今天还找到成果 哇塞 各位小伙伴们你们好 我今天能找到带来小龙哥哥 看到多么的辣条没有 我们今天的目的 只要选出辣条之王 当然了 需要在这几款 顺受欢迎的辣条里面 去测评出来 既然这款味道的大辣棒 这个包装可就太熟悉了 还是熟悉的味道 香辣四溢 如果是零到时的评分的话 大辣棒绝对可以拿下 等等 接着来看下个 味道的大面筋 进化道具体是非常豪华 它吃的口感 要比大辣棒更硬一点 不过它的口感有点咸 味道特别重 所以吃一根我就得冰水 零到时分我只能给6分 第三个 自然派的手丝酥肉 里面的酥肉看起来 真的好像一大块烤肉啊 哇塞 这个手丝酥肉真是惊艳到我了 这不论从口感还是味道上来说 都是一流的 零到时分的话 我打9分 接下来这一包就有意思了 品牌是赛伊 建的湖南特产 哥哥老加雅 素板筋 这个素板筋里面 其实它都是一片一片的 因为扎工呢 所以把它们挤压在一起 你看 其实它才这么一小片 哥哥选择湖南特产啊 但是吧 这个口感和味道而言 零到时分 我只能给5分 OK 现在吃下最后一包 麻辣豆干 它豆干味非常香脏 而且里面的调料味 不多不少 刚刚好 我觉得给8点5分 现在所有的辣条都已经品调完了 根据皮肤而言呢 霍生者应该是自然派的 手丝素肉 但我觉得不型 不型 不型 因为我觉得一款真正顶尖的辣条呢 它不仅拥有满足我们的味道 还得以往父母放心的品质 那肯定是健康的辣条 可是 有没有健康的辣条呢 没有 Oh No 那哥哥作为一个美食家 当然是要自己做一份健康辣条 文化说好了 冬吃萝卜下吃椒 有没有父母肯定会让你们吃萝卜和生姜 要不想不感冒 大葱跑不了 吃个白菜 行天啊 现在我们就要将大妈认为健康食材 全口运劲搅拌筋棉区 再加一点点水 炸车开始 真厉害搅拌成果 哇塞 全成了一团链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太醋了 它把生姜的味道完全释放了出来 那不算不想给它盖上 啊 差点喘不过起来了 现在再将我们的手丝素肉 泡进去 继续炸汁 现在这个样子就跟用线一样 但是味道满 非常的难闻 既然是辣条嘛 肯定要给它 揉面啦 揉面门 给它充分搅拌鱼 现在我们得到了做辣条最技术的东西 面糊 需要将它放到油棍里 炸一下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捏出任意你想要的形状 成型之后呢 觉得是又好吃又健康辣条 我发现它油炸好之后的橙色呢 非常的有食欲 经过一顿油炸之后 我们得到了四根最好的辣条 我们还要给它加盛辣椒油 这样我们的健康辣条终于成功了 虽然我的健康辣条已经做好了 但是啊 不论了不论了 现在有请我的美食嘉宾 你们都会会见的小杜哥哥 来 炸炸我做的健康辣条 哇 还不然还可以啊 我这个刚咬到一大口生姜有点辣 比较怎么样 比较辣椒油的味道 两型生姜的味道 0到10分的话 你也选了给它几分 9点5分 9点5分 召开们 听到没 所以我们这次做的健康辣条还是挺成功的对吧 对 就连小杜哥哥都打了9点5的高分 所以这块健康辣条啊 在爸妈面前吃 绝对 没有问题 就是爸妈问起来 你也可以明确告诉他们 成分都是一些 生姜 打蒜 萝卜 白菜 这些健康食品 看他们的那里怎么办 OK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小杨哥哥 吃什么 挑战什么 请在评论区告诉小杨哥哥哦